展示一下那个时下年轻人最熟悉的10连拍 那我Q1的时候等一下要换一个pose 好 现在开始10连拍1 好 这个是借力实力 好 2 好 视线要少一下 好 3 比较搞怪一点 好 再来第4个pose 好 这个花倒了 动作人慢慢移一下 好 5 这个左手又我要换右手 不是在那种流行什么牙疼啊 头疼啊 哪里疼这样子啊 好啦 好 我待会还有很多拍照 今天我们与党当站在一起的时候 瞬间变成姐妹党啦 配乐 好 我们今天没有请老师贯 她就要帮我们放姐妹啦 好 那我们是不是请那个菜脚上给我们打招呼 好 哈啰 大家好 我是徐亚涵 然后其实我今天也是代表了 谢俊祺哥一起跟艾美咖啡的形象代言这样 然后其实就是我希望艾美咖啡会未来在每个城市每个地区都可以被大家看到 然后今天也结合了红心智慧 然后为弱势家庭做一个就是筹备营养餐费的一个活动 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 我突然发现亚涵的口调变得很特别 以前小时候带有很多那个我们叫什么 超名呆动 小朋友的同音耶 现在还是很多人说有点有点那个口调变 那你还记不记得以前第一次面对媒体的时候的那个感觉 好像还记得 要不要讲一下那个感觉怎么样 会呆 然后不知道怎么办 是 对 那现在这一次又重新再次面对这么多的媒体大哥们 一样紧张 一样也是紧张 一样也是紧张 学习什么 学习对生活的态度啊 学习音乐啊 或者是学习很多对事物的看法 是 讲到学习这个部分 你还需要学习喔 你的乐器会这么多耶 会了这么多的乐器 最近有没有学新的乐器 没有学新的乐器 可是最近有在钻研就是戏剧的款 诶 讲到重点了 是不是最近 好像我记得上一次拍电影跟陈小冬一起拍 绑架大明星演妇女嘛 对不对 那个时候几岁 十四 十四 我印象非常深刻 是那时候有在围观的居民 就是那时候住在图这个居民 是 这看起来也都不像十四岁啊 对了 因为在电影里面 其实你看起来也不像十四岁 其实打扮的算是蛮成熟的啦 那还记得当时跟陈小冬合作的一个过程 然后有什么 诶 让你记忆很深刻的事情 可以跟大家讲一讲 记忆很深刻的事情是 那时候我对演戏真的是很猜 完全不了解 是 然后很多前辈包括 陈小冬冬跟他也都会敬爱的叮道 我非常有耐心的 知道我说现在该怎么做该怎么做 对 然后再来是 我没有想到说 原来可能我们在电影上面看到一分钟的剧情 你可能要拍十五次二十次三十次以上 是 哇 电影的话之后会再就是跟大家说 哇 名称啊那些都在跟大家说 对因为现在片名都还是暂停 但是听说要跟很多大明星一起合作 其实当时跟陈小冬合作的时候 你知道陈小冬其实也是大明星吗 我知道我知道 你知道 哦 好 所以不会很紧张 会啊还是会紧张 还是会紧张 所以这一次再次出发要面对很多的巨星人的合作 会不会也很紧张 会 而且我觉得那个紧张感会比你第一次接触的时候 还要再更紧张 我觉得 好 好 我们视线右手边 好正中间 好 再来 观众代表你的使命跟未来要传递的讯息是相当的重要 小金人是摩提 小金人是摩提 他是没有穿衣服的 小金人来 来这边 这要打马赛克 好 好 首先我觉得非常的荣幸 因为我是一个创作歌手的身份 然后来就是推广这个国际的影展 然后也希望就是未来有很多人都可以关注就是这个小金人国际展的活动 非常谢谢 谢谢我主席就是特别来到现场办法这个小账给我的 谢谢 好 那我们临前准备 其实我刚刚有看到有一个粉丝朋友是从你十岁就可以支持你到现在的人都有来到现场 那对粉丝朋友有什么话要送给他们 谢谢他们陪伴我这么久 然后记得我这么久 对 因为我觉得被记得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那这样子 你当然最后还是要谢谢现场的媒体大哥 因为当我昨天才访访通知发出去 他们都知道你 要不要讲一下 哈哈 诶 突然媒体大哥就害羞了 对 有种害羞的感觉 就非常谢谢大家今天可以来到现场 谢谢哥 也是以后可以多多支持亚含 多多给他指教 那